下面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怎么样用这个BS算法来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拼接检查器 在这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代码量 从这个代码量来说是非常少的 我们只需要很少时间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基本的基于BS的这样一个拼接检查器 然后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效果吧 在这里就是比如说我想打几个词 第一个词比如说我想打这个apply 但是呢我少写了一个y 然后看一下它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正确答案 我执行一下 出来了吧是这样一个apply 然后呢下一个比如说我这回不是少写一个y 我是在home就是把这个y写成了a 然后它能不能给我兑换过来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也是跟我们识别出来了吧 正常的一个单词应该是一个apply 然后呢下面下面是一个就是我本来想打一个论 就是learn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n给打成了w 咱们再来看一下 也可以识别出来了吧 下面这个呢下面这个可能是我想打成一个test 然后啊这个识别可能不太准 就是渴望就是我本意啊实际上打一个test tst但是呢它给我识别成一个less 可能的原因啊就是因为 嗯在我的旅游库当中啊 可能是这个less这个词啊 出现的一个频率啊要比test那个词高 所以说现在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less的一个结果 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我想打印一个more 就是那个比较多嘛 现在我写成了mr正常是mrw吧 然后写成了mrw咱们来看 它也识别出来了吧 在这里啊就是说啊咱们这个pn减器啊 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以及呢它的一个速度啊也都还是可以的吧 好那么咱们现在啊就是啊 下面代码咱们一会儿分模块的来说 现在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一会儿呢 要求解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起源啊 刚才的pp先给大家说过了吧 对于一个输入单词w 咱们要找出来啊 它应该正确输入的p 并啊正确的输入一个词c 并且呢使得啊这个概率值是最大的 所以说在这块我加上了一个最大 就是说要看一下啊当前输入的w词 什么样的一个c词啊 能够使得当前的一个可能性是最高的 那咱们讲bs的时候啊 是不是也说了 要把这样一个问题转换成我们的一个 就是做那个bs公式 做这样一个转换啊 然后转换里啊 咱们来说啊 这里用到了几个词 pc啊 pc是我的一个CN概率吧 就是在文章当中啊 每一个拼写词的一个概率值啊 它的一个c的概率是有多大的 这是我的一个CN概率值 可以继续统计啊 一会儿咱们就要统计的做一下 每一个词的一个词频是多大的 然后呢这个啊 在c的条件下就是 我这个词啊 给它错误写成w的一个情况的可能性是多大呢 这个啊我们就要回看 用户想输入一个c 但是啊 错误的敲成w的一个概率值 这个我们一会儿啊 可以拿这个编辑距离 来去进行这样一个计算的 然后啊 这样一个求最大化啊 求最大化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来枚举一下 在我做的c当中啊 哪个概率最大 我就说 哪一个概率最大 它输成的一个可能性就越高吧 就把这个词返回来就可以了 那下面啊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做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在我的一个语料库当中啊 首先我要把所有的一个词都给它拿到手 就是统计一下咱们的一个词频吧 所以说啊 我定义了咱们的一个 在这里就是 首先我要打开我的一个 就是叫做一个bag tst的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有一个bag tst的文件 其实呢 它就是我的一个语料库啊 这里吧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料库 咱们都不用去关心啊 反正就是一堆英文 然后写了一堆事啊 关于什么事咱们就不管 反正就是有一个语料库 这个语料库啊 反正里边都是些正确的书写 我们只需要拿到一个数据集 里边都是正确的书写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啊 嗯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步是说 我要把数据读取进来吧 读取进来之后啊 我要对数据先做一个转换 在这里呢 我第一步啊 是说 我先把数据单词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小写字母 就是先把我一个数据大写 转换成一个小写 并且呢 我要去掉中间的一些特殊字符 只留下我的一个A到Z就可以了 其他的特殊字符 就是如果说你的数据是不太纯净的 你需要把数据当中一些特殊字符去掉 再给它都转换成一个小写 认为啊 我们认为大写和小写啊 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事 所以说先把数据词啊 转换成小写 并且去掉一个特殊字符 然后呢 刚才这里啊 我们做了一个匿名函数 栏目的等于A 栏目的等于E 做这个匿名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 假设说啊 就是我们要遇到一个新的单词怎么办啊 咱们想啊 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个新的单词 但是呢 这个单词啊 在你的语料库当中是没有的 没有的 它的先案概率是多少 先案概率是0吧 只要它的先案概率是0 我们来看 上面是有一个乘法吧 所以说我们不管乘什么 只要先案概率为0了 返回的一个结果必然等于0吧 就是说啊 所以说它是没有这样一个词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啊 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把我的一个词啊 词频就是出现次数 默认射成1 只要默认成射成1啊 它就是很小的一个值吧 那算的词频就是很小的 但是射成1 它不至于是0 会得出一个很小的概率值 但是呢 我们就希望啊 有这样一个很小概率值 起码 它不应该是0吧 是0太绝对了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用了一个匿名函数啊 表示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所有的一个词啊 我统计完之后 它最少次数是出现一次的啊 就是不管什么来什么词 只要来此 它最少出现次数就是一次 然后如果说出现了多次啊 在这上面进行一个加1加1加1啊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0啊 表示着咱们当前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啊 在我的模型当中啊 我们期望用一个很小的概率啊 来表达这样一种情况的 那这里啊 很简单的结架函数 就是做了咱们的一个词评统计 并且啊 做了一些预处理的工作 下面啊 我就执行一下我的一个结果 执行完的一个结果 咱们来看 执行完一个结果 它就是一个字典结构 在我的一个字典结构当中啊 我们来看 它就是统计出来一些词评吧 每一个词啊 出现了多少次啊 我们在这里都有统计出来了 这是我对词评啊 整体的进行一个统计 统计完之后呢 现在啊 做了一些绿处理 就知道了 每一个词出现了多少次 有了每一个词出现多少次之后啊 咱们的一个先验概率 不就知道了吗 这个啊 咱们是先求了一个先验概率 然后求完先验概率 要求什么啊 要求的就是说 你把一个 就是你想输入一个c 但是你错误敲成了 就是错误敲成一个w 它的一个概率吧 要把这个概率拿出来 这个概率怎么求呢 这个概率要求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指定的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编辑距离 编辑距离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两个词之间 你经过了 就是增三改查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往这个词当中啊 插入一个词 或者说 就是不是插入一个词 两个词之间 我们要删除 或者是增加 它的一个字母 插入或者删除 或者是交换 或者是替换 咱们通过这四种方式啊 增三改查 可以是 把两个词之间 做一个变换吧 我们把这样一个变换啊 叫做一个编辑距离 那这个编辑距离啊 它有一有二 一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只需要就是 不管你是这个增三改查 反正就是经过这么一次变换 就能够把单词A 变换成单词B 比如说THE变成THA 那只需要把这个E 变成A就可以了 所以说 它的编辑距离啊 是等于1的 那这里呢 我们是啊 先做了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 我要输入一个单词 然后呢 我要返回啊 与这个单词 所有的一个编辑距离啊 等于1的一个集合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就算了一下 当前这个词啊 经过几次的一个增三改查 然后它能够得出来啊 咱们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返回回的一个单词 返回的一个单词集合 就是编辑距离等于1的 现在 那现在啊 我就算了一个事儿 就是 编辑距离等于1 好像来说 它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那么全面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 我还可以定一个 编辑距离等于2 那其实编辑距离等于1 和等于2的区别在哪啊 又就编辑距离等于2 我来看 在这里啊 它其实是相当于 把编辑距离等于1的里边 又加上一个循环 又重新算了一次吧 所以说啊 编辑距离等于2啊 很简单 在这个1的基础上 再写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那这里 咱们现在做了一件事儿 我写了一个 编辑距离等于2的 然后呢 我又经过了一个测试啊 就是与其中一个单词 比如说something这个单词 与它编辑距离等于2的一个 就是可能的结果 有多少种啊 我又算了一下 大概是有10万种结果 就是增生改查啊 就是所有的一个可能性 都算好了之后 一共是有10万多的可能性 那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可能就是咱们计算量 偏大一些 所以说啊 我们返回10万个词 返回10万个词 算这个概率 这个速度太慢了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在这些啊 编辑距离小于2的 所有的词当中 我只选择啊 那些正确的单词 作为候选词 什么叫正确单词啊 在我语调库当中 出现过的单词 我认为它是一个正确单词吧 所以说呢 正确单词啊 这回我们再来看一下 与它编辑距离为2的 一个正确单词 有多少个 只有三个了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进行个优化 优化的时候 我们就是 在返回词的时候啊 只返回它的一个 就是正确单词 当成一个候选词 就可以了 现在啊 我只返回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三个词 那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定义的 一个是我们计算的 有这个编辑距离之后 我们可以定义这个东西了 就是定义啊 就是我们输入C 然后错误 敲中W的一个概率 这个啊 其实这个东西定义起来 正常来说啊 是蛮难的 因为我们要指定一些规则吧 这些规则啊 不太好定义 嗯 就是说现在你要想把一个 呃 咱们通常情况下 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你要把一个原音 拼成一个辅音的概率啊 是要大一些吧 比如说哈罗啊 拼成H-A-L-L-O 但是啊 基于这些统计来说 嗯 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 统计方面指标 就太多了吧 你可以自己设计 这样的一个匹配 自己设计 这样的一个距离公式 来算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概率大 但是啊 这样的难度比较比较高 所以说 咱们现在啊 为了简单起见 选择了一种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按照编辑距离去算 编辑距离为0的 肯定优先级最高 直接给它返回来吧 就是什么都不改 它这个单词就是正确的 那编辑距离为1的 是不是要是比0稍低一些 但是比2稍高一些啊 我们先去看一下 当年这个单词 编辑距离为1的 哪些单词 拿出来它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 编辑距离为1 如果说它是不行 那你再看编辑距离为2 咱们就是有这样一个优先级啊 优先是一个正确的 那正确的就是 编辑距离为0 然后呢 再看1 再看2 有着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做 那下面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实现的 在这里啊 它是用了python的一个高级特性啊 有一个 呃 这个呐 这个呐的意思啊 就是它会有这样一个特性 先去看一下 我这个单词是不是出现的 如果说不出现的 就是如果说这里边没有 我才会 呃 就是 才会往下去算 才会算编辑距离为1 然后算编辑距离为1 如果说它有了 那就不会算编辑距离为2 如果说前两个都没有 才会继续往下去算啊 它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只要是非空的 它就会选择这个集合 而不会去算后面的 相当于啊 我们是指定了这样一个优先级 在优先级当中呢 我们是说边距离为0的优先 然后0的不行 没有 然后再算1 1的没有 再算2 咱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先级 这样呢 我就可以把当前的一个结果算出来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啊 最终啊 我就可以按照我的一个结果 返回当中它最大的那个值就可以了吧 找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概率值最大 最终呢 把它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啊 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个啊 关于贝耶斯啊 怎么构造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拼击检查器啊 就用咱们的一个贝耶斯原理 依照着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刚才给大家讲过的 然后呢 构造出来这样一个检查器 先是把它的一个先概率做好了 先概率做好之后啊 统计 然后你需要指定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做啊 咱们的一个转换概率 最终呢 求解这样一个最大值啊 就可以得出来啊 咱们的一个最终啊 检查的一个结果了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大家也可以自己的来去玩一玩啊 实验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